三个月就来洗一次 洗完之后还给你涂一层保护牙跟着国家 平农狮子巷卫生所牙医门诊 一开诊就有不少民众在门前等候 今年二月底在县府卫生局的促成下 由平农和平福伦社结合国际福伦姐妹社 共同捐赠牙医诊疗及X光设备 并由平农县牙医师工会提供牙医诊疗服务 透过跨单位合作将牙医资源送入原乡 县府卫生局表示 口腔健康是衡量个人整体健康福祉 指和生活品质的关键指标 依据卫福部调查 50岁到64岁民众有牙周病问题 65岁以上民众则有缺牙的问题 如果能拥有健康的口腔及牙齿 将有效摄取营养并抵御疾病的危害 因为我们牙周病治疗一定需要X光来阻证 所以我们这边刚好有这个设备 所以可以来做我们牙周病的治疗计划 另外我们也配我们的那个县政府 那个州县长那个老人夹牙政策 牙医这种开了之后有过去看 然后就固定每个礼拜就会回诊 是很方便 满定力性的就近就应 屏隆县牙医师工会表示 狮子乡及其周边乡镇都是无牙医地区 这是透过卫生所的环境 及先进的牙科设备 加上7月之后固定135的牙科门诊 希望一起守护在地居民的口腔健康 英雄八郎屏东狮子尝不到